來韓國旅行, 少不明要乘的士 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要乘的士 記得截橙色、白色和銀色 因為收費會便宜很多 如果截黑色就會貴一雙倍 為什麼?當然有原因 因為黑色車的司機 保證要在十年來沒犯那條交通規例 而且他一定要懂英文 你乘的士也要安全一點 而且不怕不懂溝通 你好 是, 你好 你好 我也不懂韓文 你的錢一定要浪費, 黑的… 你會不會且我們 Sébocot就不能跟著你 你會不會這一個 我會不會做 我會不會賣 這便寫一人 我會不想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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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件事 我會不想賣 你先別賣 我會賣 一棟棟棟的建築 所以想找東西, 就要鑽箱鑽箱 多走兩步 這集說明鑽箱鑽箱 連吃東西我們也鑽箱鑽箱鑽箱 進去看看 這間咖啡店最有名的不是食物 是因為這裡做得挺漂亮的 有些公仔, 很少女 很多少女會來這間咖啡店坐 會吸引到很多男生特意來看 先嘗嘗這裡的食物 這裡只是吃甜品和飲食 最有名的就是芝士梳芙梨 還有芝士梅梨, 還有芝士梅梨 好可愛 這也是一隻紅鴿 我教你吃一個最正宗的法式 吃梳芙梨的湯式 先把一塊放出來, 放在旁邊 然後就把配菜放進去 通常是朱古力醬 吃梳芝士梨梨梨, 還有雪糕 放進去 然後就混合一口 OK做什麼呢? 表面很脆脆脆的 裡面就是軟軟軟 芝士梨梨, 還有芝士味是非常足的 真的有一顆原味芝士在這裡 我們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吃了另一個有名的甜品 哇… 這個很肥, 很濃郁的 朱古力在裡面 這個吃一盤, 今天不用吃東西了 最後是這對女子組合 韓國的最親女子組合 巴雷時代 其實我們去找這些新沙棟 這麼有趣的咖啡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背後 對於香港人來說 吃雪糕和吃火鍋都沒有時力限制 誰說夏天不可以吃火鍋 冬天不可以吃雪糕 在林蔭大道後街 有一間外形很像雪糕車 內形又像一間實驗室的雪糕屋 來得光顧的 大多數竟然不是小朋友 而是盈男索女,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這裡可以混合 這間雪糕的原味不太多選擇 只有三款 就是牛奶、焦糖和朱古力 但如果你想玩多點混合 旁邊的配料就要你耍久了 這裡的雪糕 除了有預先配襯好的味道之外 你還可以買其他配料 混合到你的雪糕裡 連一瓶風膠、抹抗汗和棉花糖都有 不過這裡有一款雪糕 那我就強力推薦了 謝謝 整個烏雲蓋頂雪糕 逐層吃給你們看 我首先想… 拆掉這個閃片出來 黏在自己的額頭上 包青天 吃了這個閃片 是糖 我還要吃這個雲給你們看 這個雪糕的牛奶味 這個棉花糖的薄荷味 這麼有趣 如果吃不切就給你們看 原來這裡有一股… 有一股爆炸糖的 在我的口腔裡不停閃 這個雪糕的牛奶味 是很豐富的 比我們在香港吃得到的… 那種… 那種複雪糕的 如果你要多幾重口感 就應該加上這個雲 撕下去一起 拿去整塊吃 然後一邊走來 一邊走來, 這樣就爆炸了 把那麼多餐廚 如果你嫌一種薄荷包都還沒夠好玩 可以點這個準備好處的 自己混合了 首先有這個糖漿軟雪糕 爆炸糖 再加椰絲木糠 心形的棉花糖 還沒混合完這件事 還有一個另外叫的 迷你版挖光 很精彩 這個軟雪糕比我的人生更精彩 藍色的糖漿是什麼味道? 梳打汽水味 我初還以為是藍莓味 我們平時吃的麥克風通常都很甜 但這個混合雪糕, 放進口 加上雪糕, 剛剛好 好吃 這間雪糕店不太大 但最適合你的情侶買一杯雪糕 逼著逼著在這裡攪拌 哪個多東西有 這間雪糕店より絕 cross 有半間, 出城市 facilities front 山峰湯店 有 Sans conserv 是四川你 客廖店 你替我估計 而且 мер 用來看的 怎麼為是爆瓶呢? 請把瓶爆瓶, 請 用取作的 喝啡酒最重要是冰凍 這裡保證你最冰凍 啡酒沙冰 其實所謂爆瓶一點也不暴力 也不用叫警察 其實是老闆想出來 把啤酒冷到零下六度左右 然後輕輕力, 撞一下 啤酒就會自動變成沙冰 就算不喝酒, 也叫來玩玩玩吧 爽了, 如果你想更招職一點 可以點這裡的披薩來吃 正所謂 對, 薯條也可以變成披薩 阿嬌也要叫阿沙 薯條披薩, 酥皮的 我想撕也撕不住 薯條披薩, 有什麼感覺呢? 不用蘇果醬汁 我喜歡你就加上香, 像這樣 你蘇果蘇果、啤酒 水油芝士配這道鮮番茄 還有幾口香草味 真不是隨便說笑的 吃了一口, 不用再點沙拉 這麼浪費錢 看到它的食物, 全部都很年輕化 年輕者一樣, 以為對它沒什麼要求 誰知吃進口, 有水準的 點多一杯啤酒, 多包一次 有HangSeoul 我來自首的Best5 今天我提出的物品是 這就是這個鏡頭 小型的小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看你 那我看你这个反叉 你坐在一个电视上 我看你的时候 我看你会看 我看你会看 你会看我 我看你会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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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空的语言 我用的眼鏡, 真棒 韓國最熱鬧兩種運動 一種是打棒球, 另一種是露營 通常年輕人力量型會選擇打棒球 但我們很柔弱的少女 就會選擇露營 有蛇 韓國人不知為何這麼喜歡遠足 放假很少留在家裡睡 寧願收拾包袱, 離開首爾 去郊外跟蛇一起睡 就是因為遠足超受歡迎 所以露營用品賣得整項整項 又泡又便宜 從露營來說, 這個型號的營 算是最小的營 就知道了, 單獨層就這樣塞進去 睡覺而已 像不像我們被人打包的樣子嗎 做法醫官, 這裡畫了粉筆, 你不要過來 有蛇 我杜如鋒給大家一個貼士 無論你年輕, 有多少錢洗都好 洗完之前, 記住留幾千元 買一個這樣的營 讓你老來要睡覺的時候 都威風一點 我有一房一廳的示範單位 好, 這裡是魚鋒花園 這裡建築面積有300尺 實用面積是無限大 因為你可以鑿去哪裡都可以 背山面海的環境, 不喜歡嗎? 可以 我們轉到面山面海都可以 背山背海又可以, 隨你喜歡 或者你叫朋友來開派對的時候 我沒有山沒有海都可以 這個房間絕對不失禮 帶女生回來看電影 都不會被人說你寒酸 我這裡還有一個電視機位 後面, 你想看太陽也行 看暈也行, 看天打掛也行 這間獨立屋, 售價九十九萬萬 七千多港幣, 有一房一廳 香港萬二元一呎, 都快不行了 我這輩子, 露營只是有一次經驗 我看見這些東西很特別 很想介紹給大家 一房一廳就有型, 我問你怎麼摘 這個帳幕就適合我們 這些一口釘也不懂得摘的女生 示範給你看 好久之南轍, 和 »很可愛》 10秒鐘內, 就建設了一間屋 全天打雷劈, 都不擔心 我也有做過事 不是的 你幹嘛偷看我的龜房? 我還沒整理好房間 首爾市內有一個漢江公園 整個公園由12個地區公園組合而成 總面積有二百一十萬平方公里 即是有多大? 總之踩單車踩一個圈 要十幾二十個小時左右 要露營, 絕對不用到山卡那麼遠 來市中心漢江公園這裡 只要你們有個營, 忍住 行山遠足和蛇訓這家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能頂得住的 就正如小女子那樣 對, 漢江公園大部分地方 都可以被人責刑 不想上山的人 就可以一家大小在這裡玩 也是一樣的 介紹得你們來這裡露營 雖然完全免費 但你有條規條一定要遵守 就一定要揭開所有螢幕 為什麼? 因為擔心你在裡面亂來 還有發生什麼事 要露營, 我當然有準備 即食麵 五餐肉 還有豆豉鯪魚 五香又丁 可惜我沒有水 那怎麼辦呢? 餓嗎?叫外賣吧 我粗略估計過 這裡有十幾款不同口味的外賣給你選 還不適合?也還有辦法 在市中心露營 如果你沒有水, 沒有爐, 沒有電 也不要緊 因為你會有一間便利店 我不相信你在大武山 會找到這間便利店 在這裡自己加水, 自己加醬料 按個按鈕, 就可以在這裡等吃 這些爐, 其實在漢江公園才有 外面的便利店也沒有這個服務 用這個服務, 全都是滾 加水, 打開 燃開, 拍攝 燃開, 行, 行… 走… 去吧… 不要調戲小朋友 他們的媽媽會在背後帶著你的 還在追著這樣, 爸爸有甚麼事 不是吧? 沒問題 你覺得很調戲? 不是, 她的媽媽不在 這個房子 我承認我杜如鋒是一個天生購物房 但是買東西絕對不是我唯一的選擇 不用怎麼花錢都可以好好玩 看著這麼漂亮的感覺 人也很聰明一點 有一件事我想說 看江公園露營是沒有蛇的 好, 好, 好 來到新沙棟這裡 要捐捐捐捐, 找東西絕對不難 只要你多走兩步, 多扔個彎 不用門面漂亮的 幾十元有爪, 多給你幾碟也行 其實首爾有很多平民食堂 這些食堂多數都是吃傳統韓餐 門面就未必有這麼帥 但是味道一點也不失禮 又好吃, 還可以留點蛋藥來購物 感情, 來介紹這餐韓餐 最主要的原因 划算, 多見 六十多元一軌 二人前, 這裡 十二碟前菜 還有一個紅豆飯 主菜, 一大碟牛肉 這道姓罪前菜的款式多 比外面的 外面可能只有三、四款 這裡至少都會給你12款, 兩個人 下次來可能有不同時令的時菜吃到 大家別以為這些前菜 只是外出才有得吃 其實他們韓國人 家家戶都要有幾款醃製放在家裡 因為我有一個韓國朋友 家裡有兩個雪櫃 一個是自己醃的前菜 另一個是啤酒汽水 所以他們晚上看球 隨時拿著啤酒不斷打, 不吃得虛擲 咖啡牙絲 好球 為什麼你開得這麼輕易? 來得露營 好, 來得及 要來露營, 當然有準備 來得及 三, 二, 一 由左邊看右邊 對, 有一點枕, 有風景 對, 下廳別吹 然後又叫梁朝偉… 梁朝偉… 梁朝偉… 這花很漂亮, 一點點不配 我